人贩子专挑花季少女下手 如果不听话 就会强行按在床上进行蹂躏 随着一针不明物体注入体内 等再次醒来 他们全都被装进集装箱 发往世界各地 沦为有钱人的玩物 这天晚上 黑老大正准备开箱验货时 却看到了令人发麻的一幕 整个集装箱60名少女 因为缺氧 全部集体身亡 好在这时 警方及时出现 将在场的所有人贩子一一击杀 尽管黑老大被警方抓捕 但他私下买通当地大使馆 以不是美国国籍为由 没多久就被放了出去 得到自由的黑老大也没闲着 第一件事就是选择复仇 因为黑老大的三个儿子 全部死在了尼克手中 晚上尼克和妻子睡得正香 突然一枚导弹破窗而入 房间当场被炸成碎渣渣 奄奄一息的妻子被当场打死 听到声音的女儿走了出来 随着两名歹徒逼近 女儿因此下落不明 等尼克从医院醒来 得知妻子惨死 女儿被黑老大抓走后 尼克立马暴怒 在没有上级的允许 三下五除二 轻松解决掉所有手下 并从他们的口中 得知了黑老大的藏身之处 临走时 直接丢出一个手雷 让酒吧炸为平地 与此同时 尼克也成为警方的通缉对象 而大壮的任务 就是奉旨捉拿尼克 紧接着 他们就一起来到黑老大的老巢